你会不会认为OMG是网清神的名呢? 你可能会对我在跟着60秒内 对这个常见表达方式所讲的说话感到惊讶 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系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给我澄清一个的误解 再讲一次,讲OMG并不是网清神的名 多年来,OMG已经演变成一种随意的惊讶表情 完全无任何不尊重的意图 现在,看看事实的情况 真正的冒犯不是在我们无意中讲了什么 而是一些人故意使用神的名来证明他们的言论或行为合理化 这个只是真正的问题 当一个人使用神的名来为破坏行为或欺骗言论辩护那时 他们就是偏离了正义和事实的东西 所以下次你讲OMG,不用担心 相反,是要专注生活于三位一体神的荣耀和宽恕 我们一起努力以行动来尊重这个神圣的联系 而不仅仅在言语上,禁止是真正重要 OMG,对吗?